我會做玻璃工藝這也是誤打誤撞 因為當方回來就還找不到什麼工作 後來因為我哥哥是在杏仁玻璃 我就進到杏仁玻璃去 進到杏仁玻璃去也不是學玻璃 我其實是畫畫 因為杏仁玻璃有一個工藝課 他說我是在工藝課上班 工藝課旁邊剛好有一個窯爐 就請外面的師傅來那邊吹花瓶 因為他們上中午休息我去學 自己去試看看他們什麼畫 久而久之就會了 後來就慢慢去做 等於是沒有人想說你要做什麼 因為我是中午休息時間 自己就去想 來做個兔子來做一個鳥怎麼樣 後來就被高層看到了說 怎麼我們杏仁玻璃有人可以做這個 後來杏仁玻璃就在強化這一個 就有一個部門就是我專門在做 象玻璃這些小動物都是我做的 那陣子在國外是非常的暢銷 非常暢銷 後來我出來開工藝 我過去創作的就是石韻這一方面 這是我第一個 等於是創作出來的一個計法 就是把原來光滑的表面 讓它凹凸不平產生有一個形體 卓士方面又有比較特殊性 因爲我一直在思考 做的東西有時候 跟外國的這些大家是不是一樣 都要考慮進去 所以一直在做自我的讀破 所以你就是要多方面的交流 多方面的跟人家交流溝通 還有多看 因爲現在網路太方便了 你一打開網路 你看到玻璃的世界太多了 所以玩不完 玻璃的計法是玩不完 在北歐四國 他們很多設計的玻璃產品 那都不是師傅自己做的 都是設計家跟製造家 合作出來的結果 所以我早期也一直在鼓勵 鼓勵我們台灣的設計界 能投入這一塊 去設計玻璃 然後給現有的玻璃技師 下去創作 配合創作 這樣的話 這也是一條路可以走出來很廣 因爲很多設計家 對玻璃也很有興趣 但是他不會做 所以你要再配合工廠的 這些玻璃製造家 一起配合 這樣子 才能再發展出來一個新的面貌 你如果有設計家進來以後 你的這個腦筋可以脫開 視野可以脫開 就有很多的新產品會出來